主席、各位同仁,先請曾主委 曾主委,請 李委員早 早,曾主委,上面這兩個啟動案我都支持 那麼至於在我們目前全國要實施募兵制 那麼退伍會將來的工作可能就是放在 就學就業方面的輔導工作 協助青壯年退出於官兵早行失業的第二村 那麼到目前為止,請問主委 退伍會有哪一些具體的作為沒有 就對於做這個質疑方面或者是 第一個就是在就學方面 剛才就是前一段時間報紙上也公佈了 對某些考大學加分的這些措施 大概已經初步已經有一個規劃定案了 那另外呢,對於說就學的這些 他們需要的一些項目 你譬如講說他的學費、雜費 或是生活費、或是房屋費、住宿費 或是什麼獎學金 這個我們都已經納入比例在探討 但是呢,最終的結果就要看說 能夠獲得多少的預算來執行這些 到底要執行多少項次 然後還有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麼多 我們分的極數 你服役的年限越多 也許我們照顧的比例 就會比較大一點 就是按照這種有差距實質平等的意義 來給他做一個考量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們在11月24號也辦了這個職訊活動 是的 這個也很不錯了 那再來就是說 那剛剛您講到這個預算的問題 你們是投入多少預算 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有什麼成效沒有 在 就 講的是在就職訊中心那一塊 對對對 職訊中心那個將近有一億多 一億多 將近有一億多 好 那這樣子有沒有 因為你們職訊後 取得證照的比例 數量多不多 數量蠻多的 蠻多 而且在這裡面我們就業的率 就是每一年訓練的人數跟就業率 大概達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好 那這樣子 這個做得不錯了 再來我看看我們這個百年 我們明年就建國百年 那麼 不曉得你們對這個建國百年 有什麼 要 參加的活動 或是要辦的活動 因為過去 農民 他們奉獻了他們青春跟歲月 那現在是他們要 能夠展現一下他們過去所做的事情 有什麼榮耀的地方 那不曉得 我們退委會有什麼規劃 對於這個百年 輔導會 除了配合行政院各部會一些官司的正常活動以外 就會裡面本身 大概我們有幾個項目在做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對榮民對台灣的這些貢獻跟責任 大概有一個學術的討論會 我們是跟台灣大學共同來舉辦的 大概要有一天三個科目的討論 另外就是我們正好也是榮民節也是在這個時段裡面 那我們會擴大舉行 我們甚至海外的所有的這些榮光會 我們都希望他們盡力的回來 做擴大的一個全天的一個原遊會的方式的一個紀念性的一個活動 那前些日你參觀了中央通信社 不曉得你看完中央通信社之後 有沒有什麼感想 都知道我去看通信社 我到中央通信社去看了以後 因為我覺得中央通信社它好像是成立在民國13年 所以說從13年以後 它就是一個記者的身份 就跟著所有國家重大的事實 它都在跑 所以有很多我們榮民這一塊 或是國軍這一塊的史詩資料 他們那邊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也要求我們單位 怎麼樣跟中央通信社這邊相關的這些資訊 我們能夠把它一些資料再整合回來 整合回來以後 我們會再做一個完整的 有關於我們榮民跟國家跟社會相關系列的一些基礎的一些資料 我們要把它再收整一下 因為他們的資料非常完整 好 然後現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選前之夜 發生這個槍擊的事件 那麼比較無辜的就是坐在台下那個人 因為重擔 因為重擔 黃先生 黃先生 那麼他的爸爸也是一個榮民 是的 那結果他到醫院跟警局之間來回奔波看的時候呢 去摔了一跤 那麼我們退伏的人馬上派人到他家裡去慰問 那就表現出我們這個退伏會關心我們榮民 這個這一點我覺得是做得相當好 能夠讓我們這個家屬感覺到非常溫暖 那麼另外一點就是說 我們我在這個媒體上有看到一個節目 在介紹說天氣冷要吃這個羊肉爐 那麼節目裡面說不效益者 為了避免不效益者 將骨頭比較多的羊肉 快餐雜在其中 讓重量增加 那來換說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嘗試由退伏會核資廠商 所研發製成的榮民羊肉爐罐頭 我不曉得我們這個退伏會有沒有在研發這個羊肉爐罐頭 那有什麼關係啊 是不是你們轉投資事業之一啊 那是轉投資事業 就新興生技公司 那這個公司做得不好還是做得好 他現在經營是不太好 那因為這個樣子會不會增加他的收入 他研究出羊肉爐的這個 他本來就有生產羊肉爐的這個食品 他還有很多所有的罐頭餅乾都有 這原來這個公司所有產生的東西 當初都是支援我們國軍部隊的戰備口糧為主的 但是現在後來也沒有了 那反正就是想辦法看看這個 如果是賠錢的單位了 是不是能夠在近期之內 能有一個解決了 是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這個退伏會都有派人到中國大陸去 就這個定基救養的榮民 去那邊探訪 探訪以後沒有發現說被內袋了 但是呢 因為他們榮民住的地方都比較偏遠 道路也不好 然後我們去那邊訪問的時候 目前半年都派出大概十個人到中國 到了去查訪 一個人拜訪十到十二位榮民 那麼四年來就訪了一千一百六十五人 今年一月份到現在呢 也派出二十五人 訪問了三百三十八名榮民 但是 我們去確定這個他領起津貼的聲論 當然這個是非常重要 不能說前期的到底是誰拿走都不知道 但是問題現在就是他們 年齡慢慢高了 資群也越來越少 那麼又很穿散 那麼我們派出去的這個成本到底夠不夠 他們領的補助跟這個成本比較起來到底是怎麼樣了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沒有 其實我們我們是說 凡是要去大陸的這些榮民啊 我們都會給他一些相關我們的一些聯絡電話跟資訊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拜訪到他的時候 如果他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寫信回來 我們都會協助處理 跟委員報告我在上個禮拜我還接到一封信 也是大陸那個地區來的 他說他那邊的高幹啊 誰要對他不好啊 有問題 所以我們也交代我們這邊 我們盡快的去跟他聯繫 盡快的看到怎麼樣把他接回來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知道有這些事情的話 我們絕對第一時間去把它做處理 包含就像您剛才講的那個被槍擊的那個百姓 那個也是我們一查 我們想說這個他的 看到他父親那個樣子 應該是個榮民的樣子 所以馬上去進去查他所有的資料 因為小孩的資料我們不太容易查 父親的名字我們知道我們就好查 所以第二天我們就去看他 最後一點利用三十秒時間請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台中榮總 好像是皮膚科有送給病患三合一的美白霜 那麼調查出來好像是一種 不能說是違藥 好像沒有被核對的藥證 所以呢這個醫師也被判刑了四個月 那五名醫師也認罪了 那這個問題是怎麼樣一個賣的程序 是不是請台中榮總的院長講一下 因為這個畢竟對榮總來講是一個不明義的事情 這個是大概是應該快要十年前十二年前的事情 它是當初是因為我們美容中心一開始營運的時候 那一條藥膏其實是一條賣一千多塊錢 可是一個病人用不完的 我們就是不想讓病人這個是花這個錢 所以我們就採購一些分裝送給病人 可是當初進來他不算藥進來 當胃材來進來 後來這個衛生署改變所有這個法規 可是我們中間這個就是漏掉 所以沒有當這個 所以其中他裡面含藥 還是用藥來這個管理 我們就沒有做到這點 所以我們這次被罰 可是這次被罰那個醫生被判刑四個月 我馬上打電話給那個醫生 我說這個不是你的事 這個是醫院的事情 我說我會幫你請這個律師上訴 因為醫生不可能會知道每一個藥 是否有藥品去可針的 只要他開得出來 醫院可能發得出去 那就是醫院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會跟醫生上訴 可是這個醫院是錯了 醫院我們行政上面有舒適 所以當天我就跟姬姐說 我醫院是對不起我們所有的病人 好謝謝 我們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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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